伍冕 在他人生 在他人生 他覺得灰暗的時候 他踢過光頭 那現在當然他人生非常灰暗的時刻 已經被積壓在裡面 已經超過兩個月了 然後第一個不能跟外界聯絡 第二個案情看起來還非常錯綜複雜 所以看起來他可能還 有很長一段時間沒辦法離開監牢 可是如果從政治上來講 大概不是這樣子 因為政治人物很喜歡在選舉的時候 透過剃光頭這個方式 去訴諸一種悲情 我認為他這個時候反而是要在戰 就是好像有點事實 要對抗這個所謂的民進黨權貴 他這種感覺 所以我認為他這個動作 其實某種程度上是要 傳遞給外面的小小 就是說繼續幫我加油 阿伯沒有事 阿伯雖然有性騷擾的怡文 阿伯現在抽了錢 可是阿伯有決心 跟這個私訪對抗到底 我覺得他是用這個方式 去凸顯柯文哲在小草們的形象